这个兵法上说养兵签是用在一招 但是对于远通来讲 这个老板徐旭东真的不得了 身边做事这么样的顺畅 实在是身边有不少的重要人士 东豪我们就请东豪带我们来看看 这么多的朋友 这个当然是一张还放不完 我们没有全部上来了 才发现说原来 加大业大的远东集团 80来个公司 可以吸纳很多人才进去 必要时刻真的是用力道很强 因为其实 其实企业界聘用退休的政务官 担任董监士或者专业经理人 甚至请到他们创社的大学去 原本这并不是一个坏事 那为什么会特别要去看远东集团 因为远东集团的事业里面 有很多东西都属于特许 特许的意思就是说 他必须要政府同意 比如说水泥 比如说电信 特许执照 银行 还有像电厂 像这次远通电收 他也是一个特许 对 那你在看他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徐玉东先生 他常常能够反败为胜 我讲反败为胜意思 包括法院 其实ETC的事情 曾经被高点行政法院 裁定他上司最优议约人资格 没错 可是后来还是可以翻案 翻案 还是他 最后还是他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很好奇 到底远东集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先看一下 陈长文先生 陈长文先生 我们知道他过去是 红十四总会的会长 所以有慈善家的身份 他是律师 理律是国内第一大律师事务所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陈长文先生 他跟我们马英九的同 是好朋友 他本应是国师 对 那为什么要谈到陈长文先生 从来陈长文先生 一定不服气 因为陈长文先生 经常可以写一封信 以一个私函 就可以进行政院相关部会 私函 那他私函所表达的呢 是帮他的客户 表达对中华民国法令上的不满 那任何一个政府的官员 当你接到陈长文先生的私函的时候 你是面对到的是一个律师 帮他的客户来陈情呢 还是我面对的是 总统的师长的陈情 这里面的奋纪完全是不一样 混淆的 可是呢 法律没有规矩那么细 完全靠官员自己 自由新政自主判断 所以这也就是陈长文先生 有趣的地方 好 那像许玉中先生 在培养人脉的时候呢 他喜欢 他其实因为他的事业里面 他会跟两个单位特别好 一个是经济部 一个是交通部 好 因为他的事业都跟这两个部 会有密切关系 像过去 经济部部长 王志刚先生 他现在是外贸协会的理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对 像他协任的时候呢 源自大学 源自大学就是许玉中先生创办的 聘他 聘王志刚先生 担任讲座教授 好 担任讲座的时候 也没有问题 对 也没有问题 只是说 他有什么事情 要去请教的时候 就会方便 那类似的事情呢 是其实在过去来讲 去年斯延强部长 他那时候已经准备要卸任 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收到源自大学 讲座教授的聘书 每个卸任部长 经济部长都会被找去 是 那可是问题发生了一个糗事 因为呢 斯延强部长的时候 曾经让 许玉中先生 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 收购百货 的经营权发生问题 那我不晓得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但是呢 你很少看到 许玉中先生 做一件事情 去年三月 他跟斯延强先生 同一个场合里面 当着斯延强先生的面说 你这个部长是C class 好贬义 你知道C class的部长 那斯延强先生 还有那个脸 去接受 源自大学的讲座教授吗 是 但是这个事情很奇怪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 许玉中先生 这样子当面指名道姓 没顺他的意 好 像陈锐龙先生也是 过去的经济部长 对 他现在是亚洲水泥 好 都董事 好 这个我们张庆福先生 他现在是 源自大学的校长 他原自政务员 负责电信相关科技 跟他有关 现在也是 也是源自大学的教授 毛泽国先生 我觉得特别讲了 是 我们刚刚讲到 斯延强部长 被徐旭东先生 当面说他是C class 我们徐旭东先生 对毛泽国先生 是怎么讲的 他说 他是懂电信的人 他讲的话 就好像音乐入耳一般 多么的赞美 但是他也公开讲说 毛泽国先生 因为你懂电信 请你不要管太多 好 那事后我们来看 因为毛泽国先生 在交通部长任内 是最长的 是 我看他对 远通电信的事情 好像真的没有管太多 好 果不其然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这叫养官千日 用在意识 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 我们待会休息回来 再来继续讨论